人面鱼 1990年代有三人在高雄县港山镇出游吊气一杯五吨鱼 烧烤食用室却听到诡异的声音询问 鱼入好吃房 三人吓了一跳 他们看了四周也没有人 低头再看 看到烤鱼的嘴一张一合的 其中一个叫阿雄的人更是听到烤鱼在叫他的名字 随后鱼的上头浮现出人脸 然后吐出一台黑屋 黑屋杀死其他两人后 就跑到了阿雄身上 画面一转 电视上正在报道一起凶杀案 讲的是一个叫阿雄的男人 用铁丝和塑料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汉子 原因不得而知 但警方怀疑阿雄是被魔神仔附身了 因为阿雄的嘴里一直在念叨着找虎爷 于是警察就找到了虎爷阿诚 阿诚从小就能通神看到鬼怪 他兴奋虎神 阿诚一眼就看出阿雄被魔神仔附身了 晚上阿诚开始做法驱赶魔神仔 一传咒语后 阿雄体内的魔神仔被逼了出来 可没想到魔神仔画画成阿诚的媳妇小美的样子 迷惑他的心智 阿诚差点找了刀被魔神仔掐死 幸好在他图类的帮助下 魔神仔从阿雄体内出来了 然后阿诚用天虎音封印并油炸他 但是魔神仔变成一条小鱼 从炸鱼嘴里逃了出来 而这条小鱼又被一个叫小哈的孩子给捡走了 小浩把鱼带回家后养在了鱼缸里 小浩一直和母亲小丽生活在一起 因为小丽的精神好像有问题 所以前夫和他离了婚 这天小丽下班后看到鱼缸里的小鱼 立马被吸引住 似乎找了刀 另一边警察再次找到阿诚 说阿雄不见了 看守他的预警也中了些 随后警察带着阿诚来到阿雄的家里调查 警察收到了阿雄妻女鬼魂的袭击 阿诚看到后说 阿雄家里的风水请高人看过 根据这条线索 他们找到了给阿雄看风水的高人 可高人已经隐居深山了 住在这里的是他孙女 孙女也不知道祖母是怎么算的 但他给阿诚提供了一份资料 是祖母为阿雄算命的命判 阿诚从这看出阿雄不只有五个孩子 还有一个戴煞的儿子 而这个儿子却不知所踪 根据这条线索 他们来到了阿雄的一处产业 经过调查 他们发现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有许多灵片 他们还发现了一份病例 正是阿雄儿子的 阿雄的儿子患于一种罕见的皮肤病 浑身长满鱼里 随后他们找到了急生活 从他口中得知 阿雄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个怪物 便把他关在了密室里 后来就不知道那个孩子去哪了 另一边 小丽被小鱼吸引之后 他看到了很多诡异的画面 小丽被吓得崩溃了 最后被魔神仔上身 最后小号发现鱼缸里的鱼不见了 去微生间时 看到母亲在啃生鱼 小号被吓得往后退 这时他也明白了是那条鱼的问题 于是小号连夜带着母亲和鱼 找到了阿诚 阿诚知道事情的来源后 便开始驱谋 在给小丽驱谋的过程中 阿诚看到阿雄杀害儿子埋尸的画面 小丽有所好转 但是并没有驱谋成功 阿诚交给了小号一刀护身符 并盯住他 有什么情况就找他 第二天阿诚带着众多徒弟来到岗山镇 想要用护身之位和魔神仔进行对话 可这里是魔神仔的地盘 所以这里魔神仔中多 根本不理阿诚 由于阿诚没有请出护身 导致众多徒弟都为魔神仔附身 护身没有出现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阿诚的媳妇小美患有身孕 他快要生产的时候 被查出患有癌症 医生告诉阿诚孩子和大人只能保一个 小美选择了孩子 而生出孩子后 未得旦夕 阿诚救虎神救小美一命 但小美还是走了 就此阿诚迁怒于虎神 而他的儿子阿凯也继承了他的通神门令 这天阿凯做了一个阿诚避于吃鸡的梦 阿诚知道后 也带着儿子找到了父亲 父亲给他讲了魔神仔和虎神的故事 在几半年前 魔神仔在台湾地区作乱 最后虎神将他们封印在了山上 父亲对责 魔神仔要找虎神报仇 第二天阿诚又再次来到岗山镇 小号为了寻找妈妈 也跟着一通前去 很快他们找到了阿诚儿子的尸海 阿诚尝试超度尸海的怨气 结果引来了一群魔神仔 他们正是阿诚的徒弟 他们在打斗时 小号看到了母亲 于是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阿诚按在地上后 虎神附体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而小号进入梦境 看到了自己和母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最后在一个角落 看到了被魔神仔附身的母亲 最后小号用亲情换醒了母亲 而虎神附体的阿诚也直面自己的心魔 看到了蝎子小美的幻想 好在阿诚走了出来 把魔神仔打出了原型 就在阿诚要超度他时 他换出了魔杀神 也就是鬼王 阿诚打不过他 就在危急时刻 阿诚的儿子阿凯觉醒了 被虎神附身了 在儿子的助攻下 阿诚换来了真的虎神 最终魔杀神被虎神击败 阿诚也因耗尽元气领了合法 那些被附身的人也都平安无事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体财新颖 前半部分还挺恐怖的 打斗部分也很精彩 影院的演技都在线 从侧面描绘出了惊奇的伟大 体现出了主题 值得推荐 好看